7月15日,美国总统乔·拜登访问了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以表达对在整个地区面临挑战的基督徒的支持,并会见了宗教人物。 巴勒斯坦旅游部长对拜登表示欢迎,并花时间解释了教堂拥有1000年的马赛克历史。 早些时候,拜登承诺不会放弃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巴以冲突的努力,尽管他没有提出重启双方停滞不前的政治对话的新建议。 拜登承认,经过多年未能解决冲突的努力,生活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受到严格限制的巴勒斯坦人正在遭受苦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